地铁站内一男子上身赤裸 疑似将一女性工作人员压在身下的视频引发热议 18日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发布通报称 6月17日22时许 西乡唐站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地铁5号线广西大学站站台有一名醉酒男子到事 接警后民警迅速出警处置当场控制违法人员 经调查 当晚22时许 涉事男子周某饮酒后在站台徘徊 在列车正关闭车门时 做出伸脚卡车门的动作 并将前来劝阻的一名女站务员推倒 在地铁安保工作人员赶来制止时 其右借酒到事 自行脱条外衣裤 躺倒在女站务员旁边 目前女站务员身体无大碍 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周某做出行政拘留处罢